就是我们start recording之后就可以把这次webinar的视频放到YouTube上去 之前我讲random forest 网络了 好高级啊你这个 而且这个zoom的软件是一个中国人开发的 对那个肥火 特别火 zoom这个startup很小 就是跟什么Uber Facebook什么比起来就很小的公司但是他能实现盈利就很厉害 很多大公司比如Uber你觉得他很厉害吗 他确实还改变了人的生活 但是他不盈利啊 对我们现在特别火就是因为他盈利 其实我觉得是他盈利是因为他把基础的那些coding给外包到国内的程序 我这个苹果好好吃啊 贵的果然不一样 我们要不要开始讲 我觉得我今天会讲的挺水的 因为没有特别多时间准备 我本来拖延到今天准备 所以我今天要偷不偷 诶 诶 那就开始吧 嗯 今天我们这两个小时呢 嗯 前一个小时我走或者前半个小时过一下这个Machine Learning Course里面的 嗯 visualization 嗯 这个 嗯 visualization 这个topic 它其实用了三个包 嗯 关于坏图的Python的包 然后后面一个小时我们再做一个小练习 嗯 然后因为我今天使用我的notebook的时候 嗯 csv总是import不进去 就是我的code跟以前都是一模一样的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读不了 所以我就还打开了它的 嗯 MLCourse的 notebook的页面 所以我们如果看结果的话就看这个它run好 可能是collab的问题 因为我今天是用了collab 嗯 来run这个notebook的 以前如果我用本地的Jupyter notebook 啊 这个 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读这个 嗯 好 那我们就开始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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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嗯 Data visualization很重要呀 嗯 就像很多公司 他们 嗯 如果去问他们公司的executive 如果有一个data scientist 在这里 比较value它的什么技能 然后会把那很多技能排个序嘛 Data visualization排得很前面 所以 其实Data visualization 嗯 听起来虽然没有什么很多的技术含量 但是它 是 嗯 executive很关注的一个点 嗯 那我们想利用一个dataset 进行一下visualization的学习 首先我们是想 嗯 import这个dataset 对吧 但是嗯 我们需要 嗯 numpy和pandas 这两个package 来读这个数据 因为python 一开始 它刚编写出来 说它只是一个语言嘛 就没有 呃 没有被应用为 呃 看panel data之类的 所以 就会 我们就会用这两个非常非常popular的包来做 嗯 嗯 嗯 跟dataset有关的分析 嗯 好像 嗯 就是 呃 这两个包已经变成 data analysis的必备了 就是如果你要看dataset 就一定要import这两个包 嗯 然后嗯 接着有importwarnings warnings这个其实没有特别重要 因为它就是 呃 取消了你的notebook的一些warnings 比如你就乱错了什么 它就会有什么warning出来 然后我们用warnings filterwarnings 都可以减少一些视觉上的烦躁 但是 其实没有太大用 嗯 嗯 看我这 嗯 嗯 inputwarnings之后 它有一个 有一行code 百分号config inline backend.fig 和下滑线format 等于seg 然后 这个它是一个 关于notebook的特殊的命令 百分号跟一个什么玩意儿 跟一个单词 这个命令叫magic 就是notebook里面的魔术命令 或者有人叫魔法命令 嗯 百分号config 加上这一号 啊 没事 嗯 Danny如果我有什么不会就当场问你哦 哈哈 Danny你的笑声好魔性 嗯 我正在讲这个魔术命令 然后这一行呢 就是让notebook支持svg模式 因为svg 这个比较清楚 然后 但是魔术命令一共有什么命令呢 我们可以run一下 百分号magic 注意这个命令是专门给notebook用的 就是如果你用别的 嗯 别的 地方来run python 比如什么 嗯 比如什么 嗯 idol啊 或者是 picharm 你就是百分号加个什么东西是没有用的 就是百分号加什么东西专门给notebook 嗯 然后 我们 百分号 加上magic就可以列出来所有的 magic code 然后 然后 他就会解释 this magic function system provides a series of functions which allows you to control the behavior of ipython itself plus a lot of system type features there are two kinds of magic line oriented and cell oriented 然后如果有其他的嗯 就是 嗯 嗯 如果想更加了解这个魔术命令可以就查一下 百分号magic 然后 嗯 魔术命令里面还有两个命令是我们今天要用的 就是百分号time和百分号timeit 它们俩都是用来测试代码的执行时间的 嗯 然后 嗯 我稍微改一下他圆notebook里面这些code的顺序 嗯 嗯 好 那我们现在就import这个pandaspd 然后read一下这个csd 但是我这个认识不了 嗯 嗯 嗯 我们拿到dataset之后就是想大概view一下这里面 都有什么对吧 然后就是可以用df.hat来看一下 看这里面都有哪些variable 用description value type和statistical type 这个相当于我们分析数据的 嗯 第二步吧 就是 嗯 一定要先看一下每一个 嗯 嗯 然后这个线给我剔开 嗯 嗯 嗯 看一下每一个 variable 或者我们叫它每一个feature的特点是什么 嗯 嗯 看完了之后我们接下来是看univariate visualization 就是对于一个variable的visualization 比如我就很想看这个 嗯 total day cost 就是一天打多少个电话 嗯 然后 就有什么方法呢 嗯 嗯 我们想visualize 嗯 嗯 我们的data有一个非常基础的包 叫matplotlib matplotlib 是根据matlab的 嗯 嗯 嗯 的plot 来建立的一个包 它其实所有的格式啊 嗯 什么都特别像matlab 然后这个包建立起来就是为了让 嗯 matlab users 嗯 非常熟悉 嗯 python的visualization 但是 有官方吐槽 就说matlab这个包丑的一笔 因为matlab颜色就是红蓝嘛 就是 就是 反正就非常丑 然后 所以大家用新编写的另外一个包叫seaborn seaborn 它其实是一个美化的包 就是 嗯 我们用matplotlib 来画这个图 就是定义 比如我要画一个histogram 还是要画一个scatter 然后但是我们用seaborn这个包来美化这个图 嗯 嗯 seaborn的这个package里面 嗯 的 嗯 setmojo 是一个美学函数 然后它里面的默认的网格底是灰色的 如果我们不用 嗯 不用seaborn的话 它就 嗯 反正就很丑 我好像 哎呀 这些人 像 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对比 但是因为我的这个 嗯 collab 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没法read的csv 嗯 所以就 我给大家做一下对比 嗯 嗯 这一行 我定义一个features 这个东西等于等于什么呢等于个list 然后这个list里面有两个 两个string 第一个string是total day minutes 第二个string是total international cost 然后这个list里面可以包含什么number啊,string,turple都可以 然后呢 我从df就是我这个dataset里面抽出来 嗯 嗯 两个variables 这两个variables 这两个variables 一个是total day minutes 另外一个是total international cost 所以相当于我用features 这一个关于string的list 去定 去 嗯 所以我把它map到了我这个dataframe里面的两列variables 然后我现在想换一个histogram 就是 dataframe features两列variables 然后 histogram histogram 这个figure size 等于 嗯 就是横是10 10 单位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嗯 然后高是4 嗯 然后这个histogram的 overall的函数是这个 它里面可以调很多东西 嗯 histogram 如果你什么都里面什么都不写的话 它的一切值都是默认的 它默认的就是column 嗯 嗯 嗯 就如果你 啊 这个column 就是hist的column 是什么 啊 一会如果碰到改了 那再讲 然后 嗯 后面像什么labels也都没有 然后sharex就是 比如你要换两个图 两个图用同一个外轴 如果你都什么都不写的话 它就是都不用不不share一个外轴 然后 然后 然后具体的 嗯 具体的那个 嗯 histogram的 方 的函数 可以查这个 pandas 的网页 所以这个histogram 其实是用pandas自带的那个histogram来画的 嗯 接下来是 哦 就是 嗯 如果我想用histogram来画一个图 就是df 画一个关于daman的histogram 就是df 里面抽取 用这个string来定位 那个column 我们需要抽取的column 然后再点histogram 就可以画出来 嗯 这个好像就是我自己加的 哦 这个是我之前加的 但是我不记得为什么加了 嗯 你好像是改了一下它的size 啊 你之前是10和4 你现在改了5和4 啊 对 但是这个10和4 它是两个图 两个图一起 它的那个 嗯 一共 就是它的长是10和4 是 然后 如果我只画一个 只画一个 对 只画一个 然后它的长就是5 但所以 所以其实我只画一个图 它里面的长 和我画两个图 其中的一个子图的长是一样的 啊 我是这个意思 嗯 就这个十四是整个的 这个图 嗯 嗯 除了Histogram之外 我们还可以画KDensity 嗯 Density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 Base Smooth 表的Histogram 嗯 嗯 它呢 自带的Plot 它也可以 嗯 Density 嗯 哎呀 我觉得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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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V不能read 这个就很麻烦了 你如果是read Google Drive的话 你得先装一个东西 再装一个包才行 嗯 嗯 我这个Google Drive是我本地文件夹的名字 哦 那你前面还是缺东西的 你前面应该有一个用户名 是指导你本地的 嗯 我那个也是了 也不行 User 这个也不行 嗯 因为我看到Data的 嗯 我从Information里面找路径了 你用过CD吗 嗯 没有哎 但是不用CD吧 Wix CSV就直接放路径就行 有可能都是找不到 你说这个是你 是你存在本地电脑上的一个文件 是吧 对 嗯但是我 用同一个路径 就是我不加这些 然后用我本地的Data 然后用我本地的Data 就可以了 可是用在collab上就不行 你好像前面缺东西 你前面好像是写的不对的 你这个路径前面好像是不太对的 你这个路径前面好像是不太对的 可是我import the pen 好像去斜杠user就可以了吧 斜杠user然后加你自己的名字吧 反正这是我的我不知道你那个是什么 我的notebook上就是我看过就是notebook上可以读的 可以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路径 诶我可以把它下载到本地然后再用notebook 用那个jupy才能够打开这样不就可以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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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本地就行了 其实你可以不用从本地运行这个文件 它可能已经在你的那个coolab的文件夹里面 你可以把它调过来直接用 不在 你GitClone之后 你用GitClone把所有的东西调过来之后就可以了 GitClone用的是一个 Repository 它不是专门的那个dataset 然后我我其实也试了 用URL就是dataset 在Github上的URL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也不行 这样不行 对 但是你用那个repository的话 你用那个dataset 是可以认法的 不过现在能看的就是 嗯 嗯 嗯 所以我 嗯 现在看的就是 已经讲过点 可以讲这个 就是我们也可以用 SNS Cboard里面 DistPlot 来 来 Plot它的 Observations 我们转一下看 你看 用DistPlot 它Plot 出来的是什么呢 它Plot出来的是Histogram 和Condensity在一起 然后又很好看啊 然后又很好看啊 灰色的网格比淡蓝色的 嗯 的图 嗯 除了 Histogram 和Condensity之外 关于 一个Single variable的 嗯 Plot 我们也可以用 Box 对不对 那BoxPlot 它Plot出来是什么 它是 中间的 这条线 是它的 Mean Value 就大概是2.75 左右 然后它的这个方格 代表IQR IQR 就叫Interquartile Range 嗯 IQR是什么呢 是从它的 我们这整个数据集里的 第25个数 Plot 到第75个数 所以这个Box 就是IQR 和Mean 还有这个Range 嗯 然后这个BoxPlot 的Code呢 它是 嗯 X 就是一个Variable 一个Variable 是怎么 是从哪儿挑呢 我们挑的是 嗯 Total International Cost 然后 Data等于DF 然后 这个函数的 整个的函数 可以拆 可以拆 这里 嗯 嗯 我们刚才 讲了Box 和Cadensity 还有Histogram 那有没有 有没有 嗯 Plot 可以把这两个 结合到一起呢 我们可以用 Violin Graph 然后 Violin Plot呢 它 嗯 我们左边是个BoxPlot 右边是一个Variable Violin 的中间 是Mean 还有它的IQR 以及它的Range 然后它左右两边对称的是它的Cernal Density 嗯 像我们 嗯 其实那个中间那个线 应该叫Medium 不是Mean 哦 Medium 对 好像是50% 嗯 这个make sense 因为IQR 它是D25%到D75% 所以它中间应该是D50% 嗯 所以这样才Consistent 嗯 所以中间应该是Medium 一点 嗯 嗯 嗯 然后如果我们同时画两个图呢 就是 嗯 要用 要写一行这个玩意儿 这个玩意儿 Figure Size 不用说了吧 就是它的Size 是多少 嗯 Plot Subplot 就是说我这个 这个图里面 要画两个子图 子图 它们是Share 嗯 一个坐标轴的 它们的Y轴的值是一样的 然后 嗯 然后AXS 以及它前面 为什么要写一个 嗯 下滑线逗号 这个我查了一下 他们说 比如我这个function 它是需要有两个 嗯 嗯 两个 嗯 就 单级吗 就是要 要定位两个东西 但是第一个我们并不关心 所以第一个就 就是用下滑线逗号 嗯 嗯 什么是我不关心的呢 这 嗯 什么是不关心的 这个我要看一下 不知道 不关心 但是像后面有一个对比的 就是Figure 什么东西 就是Figure 是关心的 然后Figure 就是要写上 这里面的1号 2代有什么意思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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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里面那个下滑线代表是第一个图是吗 不是 这个下滑线我也不知道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 嗯 嗯 嗯 就是网上 巨乎上有解释 嗯 access 就是这一行code 嗯 可是我也不记得 我把那篇到哪 嗯 不好意思 变胆好像卡住了 嗯 嗯 嗯 就是 嗯 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个解释是 比如我们要画一个图 我们就是把画一个图来理解为画一幅画 然后这幅 然后这幅我们要不要画个素描画的话 这个这个我们要画的画纸 然后画纸要放到画板上 所以这个axis 就是代表的轴域就是代表了我们一共有几个画板 然后subplot呢 就是代表上我们代表我们这个画板上又有一张画纸 所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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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看的是这个吗 就一和二就是代表 嗯 那在我们这一个画板上 那在我们这一个画板上 有一行的就是有一些子图 就有几张画纸放在那里 然后它的行数是一 嗯 它的列数是二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主图是横着并列的 嗯 这是后面的画纸 哦 在这里 然后它的一和二 一就是一行 然后二就是它有两列 所以是 嗯 这样并着这个图 我们这个其实是省略了的 如果是后面就这么写 一行 嗯 嗯 然后下面这两个code 嗯 这个是画一个box box 然后用的data frame 用的data是从data frame里面抽了这一列 然后access就是它的 嗯 那个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江京 嗯 刚才那个下滑线就是指的第一个图 第一个图吗 就是指的第一个图 你可以把它删掉 你删掉之后 你第一个图就画不出来了 删掉之后两个图都画不出来 对 但是他会说 你看到那errormessage里面就说你的boxplot那个是没有的 嗯 我看 你可以删一次 然后 对 没有errormessage 不不 你那个豆花也得删 嗯 你拉到最下面 没有boxplot 嗯 就是 但是你第一个图是boxplot 它没有这一项 就说明 你那个下滑线其实代表的是第一个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我不知道 我是这么想 我觉得不是 因为 我觉得是没有feathers 我觉得它是代表feathers 因为你是两个图 所以你必须得有两个变量 所以你这个地方必须得有 你看你随便写一个才这样画得出来 不对 第一个不是第一个图 第一个它就是省略了我要干什么 就是我要画figures 所以它 前面可以用这个 这个来表示 因为axis的意思就是说 我一共要在几个板子上画画 就如果我这个axis 那如果前面什么意思不代表的话 那你直接商量它 按理说不应该影响这个画的图 不是 因为 嗯 就是我们这个凡数就是一定要有就是 啊就是给他一个basic setting在那一个地方 但是至于他叫什么ONA 就给这个函数书一个值 okok 对对对 然后 这个反正是我比较两个 两行code的发现 然后 所以我们这两行 它是画的两 就是只画的两个图 然后这两个图 就是 我这个光标前面这一个是 意思就是我这个图画什么样的 然后光标后面就代表我这个图画在哪儿 就是ax 他不是说 ax 就是axis ax 等于 这个函数前面 现在可以录下 嗯 然后describe 就可以看简单的看着这两个variables 都有什么 数据都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讲完了那个 单个 单个numerical variable 下面是单个categorical variable的plot 下面是单个categorical variable的plot 我们这个dataset它是电信数据嘛 就是看你这个 用你电信服务的人有多少人没有继续用了 我们想看一下这个dataset 这个dataset叫churn 一共有多少个 这个dataset里面的churn 这个variables 有多少个不一样的value 然后就可以看到它有两个value 它是一个binary的variable 它有2850个false 还有483个true 所以我们现在想plot一下这个churn 同样呢我们plotchurn 这个variable 同时还想看一下它另一个variable的那个图 所以还是画两个图 画两个图 我们先要告诉python我要画图了对吧 所以可以是figures 也可以查到不写可以写下满线 然后这个图里面呢我们要定位定义它这个图里的轴域 图里的轴域呢就是用subclass这个function来来告诉他 我有一个一行两列 然后figuresize 就是figuresize的意思就是我整个整整体图 它是呃它是横座 它是长对12乘4 然后嗯 但是它单位是什么我不知道 嗯 然后嗯 第一个countplot呢 是看一下churn这个variable里面 嗯 图plot呢 图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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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有9个选项, 它是用Hitagory Code的variables 然后我可以用Histogram这个图来看一下 每个value都是有多少个, 所以就是count 所以用countplot可以画出来它count多少个, 就是SNS的plot, 我们刚才用的是什么? 刚才用的是 Pandas自带的plot, 不太一样 你可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 下面是多个variables一起plot的visualization 首先就是我们的variables它有quantitative, 也有那种categorical, 对吧? 所以我们有一共有几种multivariative visualization 我们一共有三种, 第一种是quantitative variables和quantitative variables 第二种是quantitative variables和categorical, 第三种是categorical和categorical的 对于我们的dataset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correlation matrix 就是相关性矩阵 我们首先定义一下numerical这个东西, numerical是什么呢? 是一个list, 这个list又是什么呢? 是我们先把dataframe里面的columns 变成一个set, 然后从这个set里面剪掉另一个set 另一个set就是state, international plan, voice plan, 这些 然后所以这些剪掉是什么玩意儿? 剪掉之后就是我们的dataframe去掉这些东西的 the list, 我们为什么要去掉这些呢? 因为我们想看一下数值和数值之间的correlation 所以想看数值和数值之间的correlation 我们要看state吗? 也要看error code吗? 它的error code它虽然也是个数, 但是还没有意义对吧? 就谁大谁小它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如果看correlation, 所以就不要看它 因此我们剪掉了这些variable, 都是我们不想看correlation的 所以numerical就是把这个dataframe给claim一下, claim到它只有numerical的variables 只有比较有意义的numerical variables 我们可以列一下这个新的dataset的correlation matrix 它的function就是从dataframe里面调出numerical这个list 再用core这个函数来算一下correlation是什么 所以这一行它算出来之后 它是一个数的矩阵 它每一个格子之间都是一个correlation的数 然后我们可以用heatmap这个function 来给它把这个数的matrix画成一个颜色的matrix 比较大的呢就是比较有观的它就会是浅色 然后没有关系它就是暗的颜色 我们可以看到它对角线都是浅色 对角线浅色说明它这个variable 跟它自己的correlation是1 因为越浅就它correlation就高嘛 然后所以虽然它们这个对角线都很亮 但是我也不想要它对吧 除此之外它还有那个multicollinearity的问题 就比如total night cost加上total day cost 看一下是哪个和哪个 就是total day charge和total eve charge 还有total night charge 这几个charge和那些minutes之间都是特别相关的 因为以charge多少钱就是你打电话打多少分钟乘以那个数值对不对 所以我们其实也不想看这个打多少时间电话和被charge多少钱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成传 就是它们是很相关的 所以我也不想看这些 所以我就把numerical的这个list给改一下 改成我把这些charge都给去掉 所以就只有 就没有charge多少钱 这些variables的只有我打多少时间电话这些variables 然后用这个新的numerical list 我又可以从data frame里定位出来新的 新的一个set 我可以 我可以 不好意思 帅心一下这个页面 因为我找不到新件 新件效果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用新的numerical 这个list 来 剪出我新的data frame 然后再plot出来heatmap 其他都是黑的 就问他们都是不成关的 嗯 对 好像plot出来之后 就其他的全都没了吧 对 对啊 等一下我看一下 除了对比较线其他应该都没有了 但是他是一个预值吗 是高于那个预值就显示还是 因为他不可能是0的话的可能性很少 因为他是完美贡献 他完美贡献的话 他的correlation只能是1 他不是说就是80%或70%贡献 对 哦对了 那就比较binar 嗯再plot一边看 你可以把后两行复制过来就行 对对对 嗯 等会儿 我们画出来后也不一样 我没run这行 嗯 嗯 然后run出来之后那些 嗯 没用的 但是correlation又很高的pair 就被我们删掉了 嗯 你看所以这些的correlation 就是很低压0.2以下 对吧 看得也不太清楚 嗯 Hitmap 我觉得还是很有用 因为他把correlation都给你画出来 这个图里能把每一个方块里头 他的correlation的数据显示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回头看那个matrix matrix是有了 我觉得要看 Hitmap这个function里面有没有数这个选项 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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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能print出来 你只能把那个matrix print出来看一下 嗯 对那就只能print出来 然后或者是你在这个里面改 比如你可以再点写 嗯 我不记得 Hitmap可不可以加legends 我在想如果你加legends的话 应该可以写什么颜色对应的那个数 但是我不确定Hitmap有没有legends 那都不行 那这样也不行 你只能自己加 嗯 然后画多个 多个 variables的综合图呢 还可以用scatter point 比如我可以换这个 plot一个scatter point 他的横坐标是totaldayminute 纵坐标是totalnightminute 然后就可以换这个东西 感觉没什么规律哦 就感觉很平均 就大家就大概 嗯 打电话 就白天打电话的中卫的人 就是对应的晚上打电话的那个时间也是中 也是差不多的 就中卫数 嗯 嗯 就感觉好像没有一个白天和晚上的偏好 但是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它不是很圆吗 所以它的variation 也不是variation 嗯 就是不太一样 它好像就横的拉的比较长 所以白天 白天它那个 打电话变得比较大 比如我是一个晚上 打电话的时间是中卫数的人 但是我白天打得很少 或者我白天又打得很多 所以它那个白天的电话大一些 嗯 嗯 嗯 这个是画一个scatter point 我们也可以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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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画一个joint plot joint plot 就是 嗯 把它 histogram 和scatter 放到一起 就是 就是 就是把histogram 和一个 和另外一个图放在一起 然后 这个图 另外一个图 我们选择是scatter 所以在这个方式 我们看一下scatter 我们刚才不是说 感觉它那个白天 这个很 诶 我看一下 哦 白天的变化很大嘛 我们又可以 继续 看它的histogram 嗯 但是它的那个 嗯 怎么说呢 就是 在图上的单位长度 对应的数值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 好像也不能怎么说 它variation很大 因为它 不是 对称的 因为它每个格是 是 是那个长方形的嘛 上面那个是 好像是晚上的 最下面我看那个 哦 对 嗯 上面的是白天的 右边的是晚上的 但是它每每单位像素 它代表的数值是不一样 就它在外轴上 它代表一个大的数 在extra 代表一个小的数 所以不能光看这个 嗯 所以从这个 joint图里面 我们看它的histogram 就是不能横向比较 不能把这个图 跟这个图比 只能就是看这个图分布的 是不是 就看这个图分布 是怎样 嗯 嗯 所以 我问一个问题 嗯 那个 Join的plot主图是那个histogram histogram 对对对 哦 就是大凡是用Join plot 它的主图都是histogram 对 然后这下面也写了 Function Join plot plot plot2histogram that may be useful in some cases 就是它说如果 你画两 就好几个histogram 可能 我试试如果都是histogram 哦 histogram 有没有什么变化 哦 呵呵呵 不好意思 可能不能写histogram 那要选什么 可以density 普通叫hist 不叫histogram h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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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对 我们看一下density 嗯 好像没有这个 那里面好像没有这个 这个分位 嗯 那我看一下他们的 他能选什么 是h-e-x h-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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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这个图 出现这个图 肯定是这两个 3 minutes 9 minutes 那种 correlation 我觉得是 correlation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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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不试试 嗯 不能说h-e-x 他一定是两个变量的 后面是 这个h-e-x 应该是六边形的意思 不是histogram 后面那个 好像是一个 他不仅是六边形 那好像是讲 告诉他一个same 是什么 就是他的这个 就是这个点的 他两个图 他都同时定义 他不是只定义外面 这个 他是同时定义的 外面那个图 所以重叠的部分就是颜色深 对 诶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诶 诶 试一下什么 那个regression 就是re-e-g 我看他那有个三次是re-g 对 他是linear regression 就是中间这个图就变成linear regression 对 这样 对 对 他是红 他是一条线 因为没有任何关系 对 哦 那看来中间不能是histogram 所以中间一定是要有两个variables的一个图 中间它其实是一个 它是一个那个scatter 它怎么着都是一个scatter 如果你要怎么把它formalize 就是有的时候它可以变成是线性的 有的时候可以变成是那种畸形图 或地理的那种图 对 看你怎么用 可能是这样 那这个我理解错了 看他这个里面说的两个histogram 可能就是指这个histogram和这个很奇怪 他不是说两套图 对 他是外面那两个是histogram 对 嗯 可能是这样 哎呀 感谢大家 嗯 然后我们这中间图 如果给他改成kde的话 嗯 这个好像就不是 不是那个scatter 但它是那个kernel density 它是一个bivariate version的kernel density plot 嗯 所以它也是两个变量的相关的那种 像是结合的图 但它这个就不是scatter 对 这个 靠那里 对 也没了 好 可以 对 不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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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他那个run好了nope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可能就是我在太慢了 他这个plug能plug出来我这也很大 因为他很大都在这里我们又用魔术命令把它调成png格式 因为svg的特别大 svg的图我们刚才说调成svg是因为它清晰嘛 清晰有大所以先把它调成png 因为pairplug这个图是一个系列的 一个图片的matrix 它转好的呢是这样的 就是它的 它的 先不说对待下面 它飞对角线的部分 部分是scatter point 就是一个variable和另一个variable 它的scatter就是plug和scatter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们刚才在headmap上 就是那个图也发现了 因为一个variable跟它本身的那个correlation一定是1嘛 对吧 所以就plug它的scatter就完全没用 所以它的 在这个 这个关于 图片的matrix里面 它的对角线是histogram 就是这个variable的histogram 对 很好 就是这样 所以pairplug它其实 就是 给你一个overall的 一个variable之间关系的概念 但是它 画出来图都特别大嘛 所以 就是 就是特别多 所以你也看不清每个图都是什么样 如果你想用到一个不是网站的地方 就还是有点难用 刚才讲完那个 numerical 和numerical 就是quantitative 和quantitative 现在我们可以讲 quantitative 和categorical variable 有一个命令是 lmplot lmplot 就是 plot 出来 就是 是带两个numerical variable的图之间加一个categorical的 然后hue 这个方式里面的hue 就代表我要 用哪个variable的01的值 或者true or false的值 来 就是我们选哪个variable 作为它的categorical variable 这个plot里面 这个plot里面 第一个变量 就是它的x轴 第二个变量 是它的y轴 是什么 然后data 是dataframe q 就是我们选那个categorical variable 又是什么 然后fit work 我试试不加它 好 哦 fit work 是它一个regression 它的默认值应该是true 所以你要是 嗯 不写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linear regression 的那个线放进来 然后我们不想要它 就是把它变成false 然后在这个里面默认的是 它的churn 是true的话 它是橙色 就是这个customer 不再订阅我的服务了 如果churn是false的话 就是如果我们这个customer 是一个loyal customer 它就是蓝色的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里面 橘色的点比较靠中心 蓝色的点就比较发散 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里面 有一小部分churn的 就是橘色点的customer 它就是在右边 它是在右上角 这里有很多很多churn的customer 然后这些customer 它在右边代表什么 它在右边代表它打 白天打了很多很多分钟 晚上也打了很多分钟 所以我们又想看一下 嗯 我们又想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我们在做一个判断的时候 我们用图做判断吗 我们是不用图做判断 就是如果我们想得到一个最终结果 我们一定要有一些数据支持的 图片 就是data visualization 就是data visualization 它只是给我们一个idea 我们研究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然后比如从这个图片里 我们看到这个true 比较靠右上角 我们不能就下一个结论说 嗯 什么白天打很多分钟 晚上打很多分钟的customer 它容易变成disloyal的 就是我们不能下这个结论 就是data visualization 它虽然说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印象 但是你做结论就是不能用图做结论 嗯 这个下面这个这个cell里面的code有点 嗯有点难 因为它有一个loop在这里 嗯 嗯 这个cell的意思就是跟你说 我们可以用 可以在分析 选项variable的时候 把它都看作一个 数值variable 嗯 我们刚才那个numerical 还记得是什么 numerical是我们的 一个list 对吧 那个list 是data frame里面 所有variable name 可以减掉这些 啊 这些东西 减掉什么state international plan customer service cost 因为customer service cost 它虽然也是数 它是什么 345 但是我们分析correlation的时候 并不想分析那个 但是我们现在又想分析它了 就是把就把customer service cost 这个string 给append到numerical 这个list 里面 numerical这个list 是很多很多string的list 对吧 所以我们append的也是一个string 所以append了之后 numerical 就变成一个新的list 它也叫numerical 嗯 然后 接下来我们要告诉python说 我要画figures figures 它的 它里面有很多图 所以我们要定义它的 嗯 我们要定义它的轴域 它的轴域呢 是如何定义的呢 我们有三行四列 然后figure size 就是十和七 下面呢是一个loop loop寫的是for idx idx是index的缩写 然后fit是features的缩写 for index and features in numerical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 enumerate numerical which means 我们把numerical 这个关于list的string 可以给 enumerate 一下 enumerate之后 它会出现一个 什么情况呢 是把 enumerate 一个stringlist 之后 是把这个list的每一个string元素 都配上了一个index 然后 所以 呃 假设我们是这样吧 一个 一个关于stringlist 它是叫seasons seasons里面有四个string spring summer fall 然后我把它 这个stringlist 给numerate 一下 对吧 然后再把它给显示出来 那这个 enumerate 之后的 这个list 就变成一个 关于tuple 的list 对吧 然后这个tuple的第一个值是它的index 第二个值是它的那个 string 对 可以叫它feature 所以我们这个loop里面 for for ideas fit 的意思就是 for 这个tuple里面 每一套 for for 每一个tuple 因为这个tuple是一个index 和一个feature 组成的嘛 对吧 在我们这个numerical 里面 所以这个loop 是for each 没有 for 就是 每一个index 和feature name 被enumerate 之后的 numerical list 我们这个axis 就是定义ax 等于axis 就是我们ax 它是一个轴域 然后轴域是由两个数来定位的 对吧 比如我们这个 不是轴 就是轴的位置 我们在这个图里看到它这个轴的位置 整个轴域它是有三行四列 所以我们定位一个图它可能是零 第零行什么 第一列 第零行第二列 第零行第三列 第三列 所以我们定位每一张图呢 它是用两个数来表示的 这第一个数是index除以4再取整 第二个数是index除以4的余数 百分号的运算它是余数 所以我这边又做了一个备注 如果这个idx等于0 就比如我们这个 就从这个example里面能看出来 就是index它是从0开始的 对吧 所以第一个tuple它的index是0 当index等于0的时候 这个轴的坐标是00 对吧 因为0除以4等于0 0除以4的余数还是0 所以它的第一张图 index为0的时候 它的定位是00 然后第二个tuple index等于1 第二个tuple 我们用第二个tuple的这个 所对应的feature 就是data来画一个子图 那这个子图的位置是01 因为1除以4取整是01 1除以4取余数以1 然后这样每一个 利用每一个index 我们都可以算出一个特殊的位置 对吧 就是特殊的两个数 这两个数定位了这个图在什么位置 所以算一遍所有的index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坐标轴域的复值 你会发现我们一行有四个子图 然后一共有多少行都不知道 因为没有算在底 所以这一行code呢 它是定位在这个画图loop里面 每一个子图在整个轴域的每个位置 然后定位定完位置后 我们再来画每一个子图 就这个code 还是在这个loop里面 对于每个子图呢 我们用sns seaborn的package 来画boxplot boxplot的x轴就是turn turn只有两个值 true和false 它的y轴就是这个feature 因为每 在子图里每一个feature都 name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是用fit 来表示 然后data用的就是dataframe 我们定位 我们定义的那个turn dataframe 然后ax 它的axis呢 就等于我们定位好的这个axis 定义好的axis 然后 嗯 这个相当于就是已经plot出来了这个图 plot出来图之后 在loop里面 我们还想做一点事情 就是 来label一下 这个图的x轴 就每一个子图的x轴和y轴 然后因为 在每一个子图里 它的x轴都是turn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不要给它xlabel了 然后在每一个子图里面 它的y轴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给这个y轴label true feature name 然后到这一行为止我们这个loop 画图的loop就结束了 画图loop结束之后再用一个函数 让这些图凑得紧一点 不是那种整个分开的 做这个明白了 loop一会还要再用一遍 就是loop里面先是明确我们用 我们怎么loop 就是先定义我们用index和feature的这种tuple 来进行loop 然后第二步 再在loop里面写每张图在什么位置 然后第三步再写每个图怎么换 第四步再给它们label一下 然后loop就没有了 我们那个loop都讲完了 然后下面这个还是画两张图 我们可以发现画两张图 就是我们如果画一个figures 你有很多很多子图的话 就一定要先给它定位 然后再告诉pathon怎么画 对吧 然后定位的这一行 就是我们下滑线都号access 或者是figures 都号access 或者是什么都不写 都号access 都是goss pattern我要画一个figures 然后figures里面的 就我们要画一套画了 这个画里面有几张画板呢 就是几个access 然后选上有一行两列 然后他们share y 整个figures的size是这样的 然后定位完了以后再告诉pathon每一张图都怎么画 这个每张图都怎么画就不用讲 这个跟刚才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用cmore里面的box plot和cmore这个package里面的violin plot 就是你那个plot 它不是有underscore吗 underscore 替换成figures 让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他underscore就表示 对都是一个意思 对对对 但是这个我们不关心嘛 就是所以就 它就是一个方程的名称 你给这些配技术嘛 对对对 好像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 逗号就是你不管前面写的是什么玩意儿 你再加一个access pathon都知道你是要画图的 对对 我觉得也是 可以就用什么东西替换东西 这个也挺好玩 这个是catplot catplot呢 就是 这个是 interesting observation 这个是 也挺好玩的 这个是 Catplot 就是 刚才这个其实是一样,就是也是画外轴都是不太一样,但是X轴是有变化的,就是在X轴不代表true和false, 它每一个图表示category covariable的value不一样的时候, X轴还是true和false? 还是true和false,所以catplug是这个的一个变化, 外轴跟刚才plot比是不一样的, 它的外轴就是我们这些客户白天打多少电话, 然后X轴还是true和false,这个用户是loyal还是true的, 但是它每一个图代表customer service cost的数不一样, 所以cat就是categorical的缩写,相当于就是在categorical variable里面每个不同的值都拿出来, 然后定了if这个值等于true,然后画一个字图,然后连续画完所有的图。 这样就讲完那个numerical和categorical variables画一起的图了, 下面讲categorical variables和categorical variables画一起的图。 我们可以用Cboard里面的accountplotmodule来画一下当customer service cost的数值不一样的时候, 有多少个customer是loyal,多少个customer是churned。 然后 again,hue这个变量,在这个函数里,hue这个变量代表我选哪个variable作为categorical, 就是想作为主要的categorical variable,我们选churn做这个categorical variable, 所以这个图里面就是根据churn等于true或者false来标记不同的颜色, 然后它的,因为是两个categorical,它的外轴就没有办法是个什么, 就是它的外轴肯定就是,就是, 不过historgram的外轴肯定是count,就是外轴就是count, 然后可以从这个图看出来,嗯,它也没什么规律, 就是有点,就是,打一个电话的时候它的,嗯,嗯, 嗯,loyal customers最多,但是也不能说明什么, 因为这只是一个图而已,它只能给我们一个general idea, 不能告诉我们任何结论,嗯, 那么,count plot呢,我们也可以用count plot, 来画,嗯,一个大图里面有很多的紫图, 然后当我们画,一个大图里有很多紫图的时候, 首先我们还是要定义这个, 一共有,就在我们的大画,就是在我们的画里面有, 一共有几个画板,然后画板的位置是什么,画板有多大, 然后,嗯, 在画板上我们再来定义这个每一张画都怎么画, 嗯,在第一张图里面它的X轴是international plan, 嗯,怎么,鸟退了, international plan,嗯, international plan它, 就是这个用户有没有international plan, 它可能是no,有可能是yes, 然后我们发现就是, 也没什么特别多的规律, 如果它这个用户的international plan是no的, 它没有international plan的话, 嗯, 就是对于所有没有international plan的用户来说, 有很多人是loyal的, 也有一些人是不loyal的, 然后跟, 有international plan的客户比, 他们这个, 嗯,loyal的客户减少了, 嗯,然后它不loyal的客户也少一些, 如果我们是看它有没有voicemail plan的话, 就会发现, 没有voicemail的, 的用户群里面, 很多人都是loyal的, 然后在有, 嗯, 有voicemail plan的用户群里面, 嗯, 少一些人是, 是那个loyal的, 然后这个也是对应的, 就是它的递减规律还是一样, Contingency table, 偶然性table, 嗯, 嗯, Continency table, 是一个 Traditional tool, 就是一个挺古典的, 挺经典的一个工具, 嗯, 我们可以给它, 我们可以给它, 画成一个表, 就是, 用pandas里面自带的cross tab, 来tap出来它每一个state对应的churn是多少 比如在阿拉斯卡它有49个用户是loyal的 三个用户是不loyal的 然后就是以此类推每个state都不太一样 从这个table里面呢感觉好像能看出一些规律 感觉阿拉斯加的loyal用户挺多的 然后像夏威夷的loyal用户也挺多的 但是他observations特别少 他一共只有这么多 就比如对阿拉斯加来说 他一共只有52个observations 对于这个脑 California来说他一共只有34个observations 感觉也说不定不了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把它画成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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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算min的话 它这个rate就相当于 在整个用户群里面称 就是不再续约了 这个用户的比例是多少 如果我们只看一眼的话 处除以false就是这个值 就是它算的是min 对吧 对就是处除以false 不处处处于整个 处处处加false false是零 对对对 对呀 然后反正算出的是这个 我们就只看一眼 发现New Jersey这个train rate挺高 加州也train rate挺高 然后 内华达州train rate就低一些 然后到最后呢 什么Arizona Alaska Hawaii train rate都低一些 那是不是就代表 我们Alaska 下位移这些地方的用户就更加loyal呢 同样的我们就也不能这么定义对吧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observation数量真的太少了 就只有50多个人 所以比如有三个人他churn 就是他不序约了 那他一下占的就会占的比例就很大 假设突然有一个人他不序约 但是他不序约的原因就很特殊很特殊 他是一个outliers 然后这个true的那个值 true的frequent 就是他的数量又加了1 然后foss的数量又减了1 这样他的rate就会改变很多 但是可能对我们想研究的东西 研究的那个原因也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也不能就是从单纯的比例 所以就来推断一些关系 所以现在我们又讲完了categorical和categorical variables的这个 共同的就是joint visualization 下面我们讲一下整个dataset的visualization 比如你刚拿到一个dataset 你也不知道哪个feature是重要 哪个feature是不重要 你想看一下所有variables 或者说你想把所有features都考虑进来 来visualize一下 我们之前在backing还有random forest 那个lecture里面讲过 看feature importance 可以从random forest的那个角度来看 就是打一个feature 从这整个feature substance 直接拿走 然后看他这个那个score 会降低多少 或者说 是看score 对对对 看score 如果score它降低的特别大的话 那这个feature就是important 就是如果它的impurity增加了很少的话 那这个feature就不太important 有一个方法叫tsne 不过这个tsne 我没有看特别懂 它是sklearn里面的一个方法 它的原理呢 我只能给大家generally讲一下 因为它那个数据我也没有推 它的原理是一种降维的算法 把一个特别高维的数据转换成一个低维度的数据 然后这个低维度一般就是2 叫写了 or 3D hyperpoint but it's almost always 2D 就比如我的dataset里面 比如我有一万个features 那我这个维度就是一万对吧 然后我可以通过tsne的这个package 来给它转换成维度只有2 或者唯度只有3的一个dataset 那你把一万个features压成两个feature 那它这两个feature都是什么 其实这个我不太知道 但是可以用这个包来这么做 tse它用什么方法来把高维度的数据降成低维度的数据呢 它是首先它是看每一个observation之间有多相近 比如第五个用户跟第七个用户 我觉得它们很相似 那我就在这个压缩完的2D图里面 我就把第五个用户的这个点和第七个用户的这个点离得很近 所以它是一个从高维到二维的mapping 它用的是将这个距离转化成条件概率 这个我不太知道 就是把比如有 但是它的它的 它的 它的 比如两个点之间 它的高维空间里面 它的距离很长 很 距离很大 就说明它们不相似 但它们转换成为的那个joint probability 就是很小 如果两个点很相似 那它们在这个一万维的空间里的距离很近 那我们把它map到二维当中之后 它们的条件概率就是这个值也会很高 所以就是也会变成一个数 然后具体怎么应用这个tsne呢 我们首先这样 把这个dataset中的churn和state都给drop掉 access等于1就是代表我把churn和state这两个string标记的列给drop掉 如果access等于0的话就是我要drop掉一行 把这两个features drop掉之后呢 我要给这个binary的variables 附上1和0的值 就是我的binary variable有international plan international plan 对于有international plan的用户给它复制是1 对于没有就给它复制是0 然后这个第二行也是给它复制成 把这两个plan的string给复制成0和1 复制给这个string复制之后呢 那我们还想normalize一下这个data 就比如有的dataman 它的range是什么1到1万的 另一个data它的range是1到5.3 我就想把它们都给normalize一下 然后 我看一下 normalize呢我们用standard scalar这个function给normalize 首先我们先define一个function叫scalar 这个scalar就是它的算法是standard scalar 然后它这个算法的object我们先不往里填 就是先让它算什么都可以 先定义一下这个scalar等于这个 然后再定义一下 x.scaled等于 scalar.fit.transform x scalar是定义好的这个函数对吧 那这个函数.fit.transform 的意思是.transform x意思是把x这个dataset 就是fit 进这个函数这个算法里 然后再给它transform 就是我return的值是它的transform之后的 然后 然后我也没有写别的解释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值是给它standardize一下 是为我们tsne做准备 接下来就要定行真正的tsne 首先我们再用这个magic 把magic code来算一下 我们这整个run出来花长时间 然后再定义一下 想要写的tsne function 这个tsne function是什么呢 是就是用sklearn里面的这个tsne 用这个tsne的函数 就是它的算法是大写tsne 然后random state等于17 我们在里面先布写它的object是什么 所以就是往里面添什么object 接下来我们再定义一个dataset 再定义一个别的东西 这个东西叫tsne下下线repr 它等于什么 它等于tsne函数.fittransformxscale .fittransform 还记得吗 就是把这个括号里面的数据 贴切到原来的这个函数 就是在点之前的这个算法里面 然后再retard 所以tsne repr 对应的就是 被scale的 又被tsne过后的x 这个ok吧 这个x它本来是很高维的 它的数也range很大给它scale了 先给它scale之后 它的数就是0和1之间对吧 然后再给它fit进tsne中 那它就会从一个很高维的一个dataset 给压缩成一个二维的dataset 所以tsne下线repr 是一个二维的dataset 然后它的那个 它的二维的那个数值 就是joint probability 所以我们就已经算出来 它的那个压缩过后的dataset了 这下来我们要probs 它的dataset 诶 你这为什么让不了 你上面那个没让 哦 诶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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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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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轴,Y轴,alpha好像是透明度还是什么? alpha透明度,X轴是什么呢? X轴的数值是从我们已经压缩好的这个TSNE dataset里面挑出来 挑所有行第0列的数 然后Y轴是从这个dataset里面挑出来 挑的是所有行第1列的数 然后透明度等于0.5 然后它的那个 它那个数应该不是joint probability 因为它还有负 我也不知道什么 反正那个数是表示 就是这个数虽然有正有负 但是比如两个相近的数 一个数是0.5,另一个数是0.49 那这两个点相近 就代表了它在原来的高维度空间里 这两个observations也相近 这个OK吧 就是我把高维数据map到低维之后 相似的还是相似的? 不相似的还是不相似的? 然后就给它 就是这个地方感觉没有特别看懂 就是为什么它会取第0列和第一列 因为它是把它降成两维之后 它是有两列数 17列压缩成两列 比如说17 feature的话 它把它压成两个 这是两个 两列是 两列 然后前比如说你第一个feature是 你比如说你第一个feature是time 然后比如说这个feature 这个feature里面大概有3000个observation 然后这两列的前3000个就是time 然后再往下排是第二个feature 就是第二个3000个可能是location 再往下排这个样子 是吗 对 就是它现在把所有的feature都压成了两列 然后呢 把所有的feature排出来 但是它那个数值就像你说的 它是好像是一个possibility 这个地方不是很重 但是它压出来的好像是那样 嗯 我describe一下 因为我觉得它的它的横 它的instant的数好像是一样的吧 我觉得应该不会变 哎呀 不是它的那个行数变了 它的行数就是好像是之前的你的feature 或者乘以行数是这个数 它的行数也变了 行数变了 列数也变了 因为你是把17个 你像是把一个17 17乘几的一个matrix 压成了2乘以几的一个matrix 就是几乘以2的一个matrix 所以它的东西都会变了 我还是看一下 我想刷新一下这个影片 因为我又没有办法加新的sell 我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再describe一下 看一下它的那个行数是什么一样的 你这个只是慢 你这段刷新的它还是挺慢的 嗯 那我们先对了这个 非常好的讲一下吧 嗯 能听见吗 能 华尔兹没变 嗯 好吧 反正压缩了 压缩完了之后 它就有两个数嘛 把这些 两个数代表的customer observations 我觉得它的行数应该是不变的 就把这两个customer给 都给plot一下呢 还是 churn的是 churn的是黄色 loyal的是蓝色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压缩了之后 它这个churn的和loyal的customer 是被很清晰的分开 对吧 churn的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 有一个在这里 然后loyal都在左边 然后对于intern 诶 等会 intern 是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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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一 一 哎呀,不好意思,这个地方说的不对,这个地方在这张图里面,黄色的是, 那个churned costum,蓝色的是lower costum,在这里,黄色的是那个churned一处嘛,但是在这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用这个on代表这个features,就每一个不同features所对应的那个值是yes,然后蓝色的是那个features所代表值是处,然后我们会发现international plan,当international plan等于yes, 是黄色,international plan等于no是蓝色的时候,就是customer被比较清晰的分成两组,但是如果是voice mail plan,这个黄色是, 就是,yes,蓝色是no的话,它这个customer就没有像这个,所在那个图分的这么好,所以就是可以从这个图里面我们大致发现,international plan这个feature能大概的去分开两组customer,所以感觉international plan这个features应该更重要了。 嗯,然后,就没有啦。没有啦。谢谢。我们要做练习吧。谢谢。嗯,坐这里。 诶,怎么,怎么停止是呢? 嗯,我在github上看的,记得那个什么?github什么练习。 请大家到github ml course的页面,然后在ml course里面找到topic 2,visual data,然后再找到那个practice visual titanic,这个practice有一个solution,我们先看这个practice。 好啊。 część faktiskt是编没有掌握的在这边看呀。 że现在我们终于点了解一下味道安胃,便明那编 abort要 istedi。 做什么呀? 接 grocermeromba,有一点来提 aan是的 mesesory用стans的东西哇,会发现好了。 好,感免得还我盯得再拒级哦。 接禁的情况是相比仔细丘,那么稍� bronze相比轻微暗,这样的军حد顶无从这里等下端就ме这个見面。 但是我们基督会可以在範点上的时候,不过一个战马上eth少设斐 Trust notification嘛。